这个夕阳,我们现在前往夏尔西里 夏尔西里被中央电视台称为中国最后的净土 中哈边境上的绝美秘境 三百年来无人涉及 可惜办不了通行证,我们被告知无法进入 只能返回赛里木湖露营 吃着火锅,看着星星,银河 昨夜的天空,我看到了七千颗星星在对着我眨把眼睛 漂亮极了 一早醒来,行驶在大夕阳吹来的最后一滴眼泪旁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想与你等一次日出,就站在赛里木湖旁 从赛湖离开,转弯就是新疆第一高的大桥 果子沟大桥 两百米的落差,感受中国神一般的造桥技术 大桥桥身与果子沟的美景浑然一体 为新疆再添一道美丽的风景线